说起唐朝,人们会想到唐诗,说起宋朝,人们会想到著名的宋词。 唐宋诗词在古代文学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其达到的文学艺术巅峰以及鲜明的风格对后来人有着巨大的影响。 宋朝大部分的文人默克都喜欢田园木格的清幽生活,但源于对国家的热爱,他们借古讽金,有国有民。 宋朝整体而言还算是一个比较开明公平的朝代,但是随着国家发展,后期出现的经济衰退,从而一定程度上诱发了官场上乌烟瘴气之风盛行,最后导致了很多有才能的官员和文人还乡。 究其详细原因,就是选官制度出现问题,导致了这一恶果,甚至连皇帝也无法彻底解决这一问题,本质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科举制度的作用 古代的几个科举制度,其中科举制,还有九品中正制,都是大家非常熟知的制度。 科举制度在整个古代选官制度中,占有绝对主导的地位,随着岁月流逝和朝代更迭, 科举制一直负责为整个国家筛选优秀合格的人才。 是否联想到现在的高考和公务员考试制度? 到底什么是科举制呢? 科举制就是每年一考,每次考试都有大量考生,从全国各个地方赶到同一个地方, 然后进行严格的出事,以及电视等等一层层淘汰选拔, 由考官审核和评定,最终得出前三名,第一名被称为状元,第二名被称为榜眼,而第三名被称为叹化。 他们都会得到一个不错的官职,毕竟是万里挑一的前三名。 科举制的作用是什么呢? 这个制度确保了,一层老百姓家有才干的人,也有机会进入上层阶级, 对社会发展和阶级流通,有非常巨大的好处。 通过科举制考试,可以找到国家发展所需要的真正有能力的人, 而不是仅仅依靠世袭制让子子孙孙简单粗暴地轻易获取功名利禄, 让底层老百姓无法获得阶层上升和跃迁,最终导致阶级固化。 科举制给了底层平民一个公平竞争,并改变命运的机会, 十年寒窗苦毒,很可能让自己一下飞黄腾达, 而对达官显贵来说,这不是个受欢迎的制度, 虽然家大业大,但对子孙后代的作用也不是很大, 子孙后代最终还是要自己参加科举考试, 凭真才实学获得功名。 总之,科举制虽不是一个完美的好制度, 但确实是一个选拔人才的有效制度。 二,卖官制度的出现。 科举制虽然整体上是比较公平的, 但是很多权贵一族的后代, 无法通过科举制来获取官职, 因为这些富二代和官二代很多都是不学无术的顽阔子弟, 所以最终出现了臭名昭著的买官制度, 让那些顽阔子弟也可以通过一定花费换取一官半职。 一说起买官制度, 很多人首先想到的会是监考人员贪污受贿, 在考场上纵容作弊, 或者直接提前泄露考题, 来让那些富贵之人出钱购买, 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真相让以匪夷所思, 宋朝的买官制度究其根源竟是当朝皇帝造成。 在宋太宗赵光义时期, 当时国货空虚, 政府财政吃紧, 而百姓付税已经不低, 所以付税不能再增加。 为了解决财政问题, 于是宋太宗就想到了一个, 简单粗暴的方法, 那就是卖官。 宋太宗认为相当一部分, 富贵人家的粮食非常的富裕, 所以卖官制度刚开始的时候, 只允许使用粮食来换取官职, 其中每一千十粮食对应的是一级官级, 官职大小跟粮食多少成正比。 所以在买官制度诞生的初期, 各种富人争先恐后地拿粮食买官, 但是随着买官制度的逐渐完善和成熟, 最后导致买官的门槛越来越高。 宋太宗开了卖官的口子后, 宋朝后期的皇帝, 开始利用买官制度, 付加各种各样的额外要求。 比如在宋仁宗赵真时期, 频繁的战争, 许多城池的城墙, 因为连年战时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毁和破落, 而且宋朝当时国货的粮食非常充足, 所以政府不再利用买官制度来获取粮食。 最终宋仁宗让那些想做官的富人帮忙修建和修复城池, 凡是出钱又出力参与修建城池的人都可以获取一定的官职, 谁修建得越好, 获取的官职就会越大。 宋朝的买官制度虽然流行了一段时间, 但并非时时刻刻都可以买官, 宋朝政府只是在国家急需物资的时候, 甚至涉及国家危急存亡之计, 才会临时实行这种不光彩的买官制度。 3.买官制度的影响 虽然卖官获取物资简单粗暴, 但弊端是买官制度导致国家在政治和经济层面加速走下坡路, 毕竟很多坐在官位的是失位素餐之人, 他们买官算一项投资, 上任肯定不是为了卫博办事, 而是想方设法捞取油水来换取高额回报。 最后皇帝看到了买官制度, 对国家的严重负面影响, 最后彻底杜绝了这种制度。 归根结底, 买官制度本身就是一个不光彩的制度, 属于政府默许的地下交易, 是皇帝急于解决问题, 而想到的一个没顾及后果的制度, 最后对国家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 宋朝政府官员混入大量无能支备和独留, 朝廷只能极力抢救, 但整体上已经无力回天, 宋朝也有自己的空前繁荣时期, 但是万物都是物极必凡, 随着买官制度的出现, 大宋就开始显露气数已尽的迹象, 这个朝代最终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